有些时候你认为它红了 你可以加一点 就变成这个颜色了 就是你画杆的颜色 画杆的颜色 看到没有 你看到 我用一笔鸟小一点用一笔 鸟大了你就用两笔 你看到 我在这个位置 看不见 看不见 我就再浓一点点 你们在后面看得见 你看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大 这两笔 好 我就可以用这两笔把它画成 有些时候 这是第一笔 然后呢 你就拿一轮笼 笼笼 笼笼呢 就把它叉子叠出来了 把它的翅膀 把它这两边 你这里要一点翅膀 下边呢 它的这个腿 你看到 如果站在这个枝上 一笔 你勾过来 好 这样子 好 这边也在这里 勾过来 就这样 好 现在我们要穿个枝 你看 我就在这里穿过去 就把它揪了 就把它插进去了 然后你再点尾巴 这个尾巴对到这个地方 就这样的底的尾巴 这就是 这一枝就是先从头 那么现在我要先从下边画 你看到先从下边画 好 老师你画一只这个石头 你站在石头的时候 你脚 我就 我就 我看 那我就在这个地方先画 在这个地方先画 那么我就是先从 我就不从头 我先从肚子画就走 好 先从肚子你看 我可以上哪一笔 好 我马上 我马上 你看 跟着这个肚子 我就跟着这个肚子 但是你不要进去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它的毛 这个地方的话 那个摆了好像是 有毛 有毛一样了 你看 你可以先着画 也可以不画 好 就这样了 好 好 然后下来 你再容易叠一点点 好 看到我把眼睛叠了 等一会儿我再来叠什么呢 等一会儿我再来叠它的嘴巴 好 那么石头上 也是红颜色 红 我这个揪的话 我就用的是猪标 一针子猪标 对 要有猪标 要有猪标 挤一点点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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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